因为造价太高了,拆它的话可能也得花不少钱 北京呢,它从设计图纸一直到建成都是是非不断的 2008年3月的时候,世荣就说它这个广告牌呀 会影响在路上走路的这个交通安全 但是它气弄两不弄的呢 让这个北京市交管所出了个证明说它不影响 然后就没事了 后来到了2010年的时候又查出它后把这三个函谷公寓上面有12个空中四合院是伪建 然后最后是拿一平米3000多的罚款了结 让这个伪建呢又合法了 现在呢,这个工程要干的事就是把这个中间啊 你看啊,你们老是不知道是什么 就是中间的这个龙珠圆圆的这个 我这一弄手啊,它焦距就在我手上了 要把它摘掉 这个呢,就是不可言状的一个原因啊 到了2018年的时候 龙手就这座高的楼呢 它拍卖,经过两次流拍以后呢 金鱼集团,北京市的金鱼集团是个国企 它用517,800万元把它买下来了 据说当时估价是78个亿 那盘古大关后边这三个部分,就这三个矮一点的楼啊 它其实叫盘古公寓 当时法院拍卖的时候一平米是88,000多 好多人说它并不贵 但是你想想它这个面积最小的是660平米 你掂量掂量你兜里的钱够不够买的 再加上有钱人都惜命啊 你买了以后,你住的住的住吗 你看看这是一条龙啊 后边最后呢,是一个七星级的酒店 叫神龙摆尾,稍稍地摆了一点 里边也是消费昂贵啊 它整个是在中轴路这个线上 而且它离这个水利方呢,不到200米 离鸟巢只有500米 所以它的位置呢 是非常非常的醒目的 制裁的大方 推向新疆的企业的企业 也会砸向我们的 中国早已经不是1846 中国人民遭受西方猎强霸权 霸凌日日宰割的时代 一切不错 中国人民包括新疆各种人民 执行站内 也是不好惹的 一个最直接的表现 就是购买你的产品 那么结果是什么 你在中国的市场还能撑得住吗 还能赚到中国人的钱吗 意思延长不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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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棉花种植业 甚至中国整体经济利益 还企图将中国政府与民意割裂对立 其心合其独野 根据新疆农业部门数据显示 2020年采摘率已达70% 据我了解 种植户能够通过手机APP 足不出户 订购机器采摘服务 可以说是采棉已经进入互联网家时代了 这个时候一小撮国家和个人 还在编造所谓强迫劳动的故事 难道是说强迫机器劳动吗 有些人还指责 中国政府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鼓动民众 抵制外国商品 有关外国企业 仅仅仅依据谎言 就聚用新疆棉花 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反面教材 当然会引发中国民众的反感与愤怒 这还用得着政府去鼓动和引导吗 对中国民众而言 这些人的造谣抹黑 就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 我还想强调 做生意要讲究尊重 一面赚着中国消费者的钱 一面对中国抹黑攻击 损害中国利益 用一句俗话说 吃着中国的饭 还砸着中国的锅 天下哪有这样的美事 我想强调的是 一个中国原则 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也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认同 接受渐行的普遍共识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是人心所向 大势所欺 台湾问题 是中美关系中 最重要 最敏感的问题 一个中国原则 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中方坚决反对 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 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的 我们敦促美方充分认识 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通报规定 停止美台官方往来 不向台独分裂之力 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不要试图突破中方底线 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以免严重损害 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同志们 盘古大厦开始拆这个龙珠了 据说就是中间的这个龙珠 要被拆掉啊 现在我看这个 起重机已经架上 但是后边的四口院 据说还是要保留的 因为造价太高了 拆它的话 可能也得花不少钱呀 北京的这个盘古大官 他从设计图纸 一直到建成 都是是非不断的 2008年3月的时候 世荣就说 他这个广告牌呀 会影响在路上走路的 这个交通安全 但是他气弄两不弄的呢 让这个北京市交管所 出了个证明 说他不影响 然后就没事了 后来到了2010年的时候 又查出他后边 这三个盘古公寓上面有12个空中四合院 是尾件 然后最后是拿一平米3000多的罚款了结 让这个尾件呢又合法了 现在呢 这个工程要干的事 就是把这个中间啊 你看啊 你们老是不知道是什么 就是中间的这个龙珠圆圆的这个 我这一弄手啊 它焦距就在我手上了 要把它摘掉 这个呢就是不可言状的一个原因啊 到了2018年的时候 龙首就这座高的楼呢 他拍卖 经过两次流拍以后呢 金鱼集团 北京市的金鱼集团是个国企 他用五十一万七千八百万元 把它买下来 据说当时估价是七十八个亿 那盘古大关后边这三个部分 就这三个矮一点的楼啊 它其实叫盘古公寓 当时法院拍卖的时候 一平米是八万八千多 好多人说它并不贵 但是你想想 它这个面积最小的是六百六十平米 你掂量掂量 你兜里的钱够不够买呢 喂喂喂喂喂 种不种种不种 种不种 蒙古利亚 但这不是蒙古利亚啊 这可不是蒙古利亚 我要看 大家你看这个 长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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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型的啊 哇 相当的不恼啊 看上小郭 咱今天本来是没直播的 没直播的 这个本来是没有直播的 兄弟姐妹们 因为我今天早上 早上是8点40 和日本一个基金开会 然后突然这基金发通知说 这会开不了了 郭先生 他说我们公司可能宣布破产 哇塞 我说啥情况 哎呀 他说要宣布破产了 这 现在大家都是赶快紧急开会 大概过个一两周啊 我估计这个新闻会出来啊 这很吓人 很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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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大的基金要破产 现在市场还不知道呢 如果金融市场知道了啊 首先科技股得暴跌 科技股肯定暴跌啊 然后我觉得要形成雪崩效应的话 共产党的所谓中概股那会造成重创 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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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绝对拆不到啊 绝对拆不到啊 他绝对是跟共产党的国有企业有关系 这就是现在的整个情况 这个金融市场要出大事啊 要出大事啊 行了 前奏刚才是 兄弟姐妹好 今天是3月30号 2021年 大家如果能记得 2020年3月30号来干啥了吗 咱记得吧 兄弟姐妹们 有谁记得 在这说说 哎 我看谁过的 野春证券 七哥这麦穗扣衣服漂亮 酱香小蚂蚁啊 酱香小蚂蚁 绝对不是一般银 不是一般银呐 你不是一般银 这个衣服啊 很中国人一般不敢穿这种蓝色的 中国人因为穿不起来 这个丝是高丝 这个咱们这酱香小蚂蚁为啥我说你厉害呢 麦穗扣衣服呢 这个衣服就是 最值钱的还真不是这个料子 是真正扣子 这扣子是金丝编的麦穗扣 然后是这个现代的 你看咱们信仰之星 这边这边摸错了 七哥这手摸的地方老是摸着的地方 摸不对的地方 信仰之星 非常的舒服 里边还有一个你看 这个这样的一个 开上面的衬 你看看 非常的舒服 但是很少中国人 这个 今天早上我刚才我穿的 第一次穿嘛 你心想说哎呀这不好看 我看看他没吱声 你说今天你嫂子穿了一套衣服 超级漂亮 那个叫做 司河开虚面了 你嫂子穿 他很少穿皮鞋 今天穿一皮靴 哇塞 登上一皮靴老酷了 然后我说你穿的挺好看 咱也没法跟他吵架是吧 你跟人家吵架 你跟家里大领导吵架 你得有好日子过吗 是吧 没好日子过 但是他他不知道 因为很多中国人啊 他不敢穿这个蓝 这个蓝它有独到的特色 非常非常的漂亮 是 你看这个就这种 你看 你看 哎呀 你看 是吧 你看 就舒服 按照山的话叫乳贴 很乳贴 吃好了叫齿得很乳贴 喘得很乳贴 很舒服 我们山东老家舒服就是乳贴 很乳贴 咱们真是酱香小蚂蚁高啊 这战友们一眼就看上哪之前 DTV测试版 20.2.3.13 《猴咲东方》 ,"弓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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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鸣翱翔 七哥好 念念我 谢谢七哥 现代化的传统服装 My God is a hero Cortus 我可不是什么hero 啥hero都是骗人的 叫文俊 城外民夫战友 文俊 成为文友 七哥念念我 没问题 沉默不是金 拳打赵家人 My God is a hero 七哥念念我 小猪胖胖681 然后韩国姐姐 BBQ BBQ and韩国姐姐 这是老战友了 两只小兔子 小饺子战友 Ant A-N-T Ant 这知道 这我也是小蚂蚁 很好 蔡陶桂我来了 七哥 我来了 我来了 七哥的眼睛帅又行 啊 眼色和国旗一样 还真跟国旗不一样 你看到黑颜色 沾着国旗还是不一样的 中国人不太敢穿蓝色 不太敢穿蓝色 但是我们的路波切不是在直播中讲了吗 是不是 未来就在天空中 就是我们的新中国联邦旗子信仰之星49个星 叫天空 还有一个就是蓝色 天空蓝 但是这个蓝的是咱们G fashion的 你看看啊 王彦平是昨天刚从洛杉矶回来 过去两到三周吧 是两到三周 我忘了 一直在洛杉矶 带着所有的投资机构的律师 还有会计师 到了洛杉矶去 在洛杉矶这帮傻货 你说这几番人有多傻 他跟说一个月多少钱成本啊 他们说哎呦70多万吧 然后再算算100多万 他都不知道一个月多少成本 最后人家说你算算 把你这个财务账给你算算 一家一个月200万美元 就洛杉矶就200万美元 战友们 你想想咱那个网站上才挂了多少件衣服 挂了多少件衣服 然后他们给我算 说郭先生你在直播中说 设计费是销售额的五倍 他说你错了 五十倍都不止 设计师是销售额的一百倍还多 他就短短这几千万美元就花出去了 你想啥呢 郭先生 我一听到这我也吓一大跳 我说这下去还得了吗 他说这很简单 你这要不赚钱 你这要不赚钱 你这就是要赔大钱 我们新来的你知道 是先列尔的那个美国总裁来 人家总裁在哪办公室 先列尔总部就在我家对面 是麦哈顿最贵的 也是全世界最贵的写字楼 丰田 爱马仕 还有这个劳斯莱斯 引擎 劳斯莱斯汽车 全在对面叫做Nine West 西九号 就在五十九阶西九号 哎五十八阶西九号 你查查这个楼 就在我家对面这个白子 每次你看那个楼 五层楼先列尔在那 250美金一尺 我的那个原来的合作的基金 在那楼上 最顶楼 二百八十美金一尺 一千合同签二十年 一年大概将近两千万美金的租金 签二十年 人家宣尼尔在那块五层楼 他一年最起码得五千万美元 最低 五千万美元一千二十年 你看多少钱去了 十来个亿 租办公室 人家这总裁到那基凡身来工作来了 你看看人家 是吧 人家这个写字楼 就在那块一年 这要几千万四五千万美元 往写字楼 然后在王彦平原来 对这个洛杉矶的这个基凡身 横挑鼻子竖挑眼 他跟基凡身搞得非常不愉快 然后呢这个他们一提王彦平就头都大 都怕他 结果王彦平这回是和投资机构者到上去了 帮他处理问题去 哇塞 所有人都爱上王彦平了 说没人觉得王彦平太酷了 到那块去以后 就王彦平被培养这十几年 从法国留学回到中国 第一个工作 他本来家人找的是国营企业 他家的人都是共产党员 很好的工作 他去了盘古 第一个工作 我是他第一个老板 当时是 然后 到了盘古以后 就在董伴工作 然后主要是对外 这十几年把他培养了 结果这回在那工作两三周 所有的洛杉矶跟我说 他说王彦平太酷了 没有一句废话 而且事情都做重点 每个人都喜欢他喜欢不得了 现在还解决了很多问题 那么激翻身 王彦平原来就心里有点看不起 人家似的 老玩大的是吧 觉得人家好像怎么着 就一看之后他傻眼了 王彦平也被改造了 他一看 人家那真正激翻身 从设计师出来 画草图 审图 设计师审核 审核完再看 再选择出来 然后选料子 然后打板 打板诗 打板诗完 打完板再修正 修正完再样板 咱管买Lauren Piana的衣裳 就这样 就这料子 几百万美元打板 也就几千万人民币 他看到料子全都傻眼了 王彦平也不舍得 花那么贵的钱去买那个料子 我可以告诉大家 你看我穿那几个 就T恤了吗 战友们 你们看了吗 激翻身 我可以告诉大家 任何一件这个T恤 你在任何一个名牌店买 就是二档牌 一档牌 哪一个都在三千到五千美金 因为他成本 他就给你弄住了 他成本在那摆着呢 那个料子是在视频上 看不出来的 王彦平看了以后傻眼了 王彦平一件激翻身都没有 结果到那以后 人家给了他六件 三件穿不上 他太胖了 然后号太小 三件他穿上了 我还没看上 他没穿 昨天我见他没穿 好几周没见了 昨天你七嫂穿了一套激翻身 哎呦 那个漂亮啊 谁看 漂亮 就激翻身的衣服 咱们现在做的油脊 有些件是不是太好的 但绝大多数未来都会成为孤品 不会有人花这个价钱 让你买到这个衣服 永远不可能 昨两天我这是在家里面 这个我们家郭美 从来不买名牌 我腻子 都是买国内的那些淘宝的衣裳 让他老给我争执 爸爸你别老以为淘宝就不行 淘宝的质量真的是挺好的 然后你给我讲什么什么什么 哎呦我的妈呀 给我讲半天 你说我俩一味这事就吵架 我这闺女是平民派 好像她爹就是贵族派 我说你爹也是草根 我说的是艺术是设计 他绝对淘宝网上很多东西都不一样 国内很多工厂产的东西 别说 他说大多数都是中国产的 他说这个没有太大差距 我这闺女跟我老吵架 你说这也不能老吵啊 我说差距很大 他绝对很大 首先在设计原创上 这点他承认 再一个关键是国内的材料 材料差距太大了 所以说我这个王彦平看完以后 他说老板真明白了 就你载G翻身这个衣服 我可以说今天谁买的你都是赚的 因为这都是赔钱 现在G翻身现在对G club会员傻眼了 说这G club人买走以后 这怎么可能赚钱 永远不赚钱 所以新来的这些G翻身管理层说 你这么卖G club怎么能赚钱呢 本来G club就不是让你赚钱 当然就不让你赚钱了 为啥要买你的卡啊 为啥每年要交你管理费啊 当然你就不能赚那么多钱了 你有一点点意思就行了 有些你还得赔钱呢 对吧 就这么简单你能维持住 最重点的下一步你赚钱 还是把它变成了G墨啊 就是像G系列的亚马逊一样 对吧 所以说这是战略啊 后来他们经过这几周开完会以后 他认为一旦做大啊 绝对了不得啊 认可了我这种商业模式 所以这些投资机构者把他傻子呢 以为有钱啊 大圣文乐啊 大圣文乐战友 蒙古风情 对了 真是啊 蒙古风情 有点 所以说战友们 要这个衣服啊 这个服装啊 艺术啊 这真的搞明白他的概念 他是艺术品还是工业品 我们的七番人要的是什么 爱马仕的工艺 就是它质量 我们要的材料是什么 Lorent Piana Lorent Piana 我们要的Lorent Piana的那种材料 要的什么样的设计呢 要的是日本的Yuji Gamado 还有Slyn 还有Rick Owen 还有Kwam Hart这种设计 微一型现代型 这是我们要要的 绝对艺术化的微一型的设计 但是要的大厂的那种工艺 他们卖的就是工艺嘛 但是我们要独创新 材料是世界上最好的 所以说很多人他搞不明白 这就是真正的 王远平知道这七番人值钱了 他傻眼了 他每件他都会珍惜 你现在头一段时间搞了个笑话 送给咱们的几个战友的裤子 送了一些 送给郝海东先生的 叶招颖妹妹的 送去了几个月 他都没收着 被UPS给扣住 现在找都找不着了 然后送给老江 送给了科学家 还送给了路德 送给了科学家的是用 Cashmer设计的 Cashmer那个料子 就是Renphiana的 就是都是打板的 都是做了给大家用的 那件衣服 任何一个 主要大牌子 一定是13000到15000美金一件 咱们坐下来充分几千美金 那么给科学家做的呢 他就寄下了 Cashmer 科学家给我拍个照片 太舒服了 太漂亮 老江财神也发了个信息 说七哥 谢谢你 我收到裤子 太棒了 我江财神你知道吗 那是Cashmer的 那要在任何品牌 都一万多美金 老江说 是吗 我看不懂 这事就过去了 头两天 他们给我看 那个成本的时候 说这广买料子 就花两三百万美元 我说你们疯了 打板几百万美元 我说怪不得你们送这些战友 老这个科学家路德 江财神 这些人 都送这个 这个都是Cashmer的 但是我发现 那个江财神 那个上面的成本才多少钱 成本才八百美金 就是我穿那个丝的呢 市场价是1800 成本下来应该是 大概在五百多美金 如果是气场形成本 大概是八百美金 我这觉得不对啊 这老江怎么是八百美金呢 上面写的 才能不写清楚啊 后来一问 我们那个 现在基本上 咱们的战友在那工作呢 是吧 二把手啊 实在是战友啊 三把手也是实在战友啊 说老江的是撕的 我马上问老江 你把你裤子拍给我看一看 老江一拍撕的 那就你这个撕的 就一千多美金 就现在 就这个 比这个料子 就这个差不多吧 跟这个 这个颜色是黑的 那个Cashmer是不一样 但是它经典就是撕的 标准 你看我穿的很多都是撕的 很多是棉的 然后呢 就是这个Cashmer的 还有撕和Cashmer的 但是 那个裤子 你要过去买 就是原来最早 咱已经把这专利买了 一千八一条 而且他每年也就出个四五款 就是买这个裤子 我才认识了这个设计师 叫Downey 就是咱们那个Downey 很酷的男孩 很酷的男孩 现在是我们的 激凡人的设计师之一 他咱们那个总裁 开庙是洛杉矶潮牌店 叫Ello Lorenzo Lorenzo这个牌子里边 工作了26年 28年 他就是那个创始人之一 所以说 这都是所有全世界人 到洛杉矶买潮牌 就到这几个店去 Cramhart Ello Lorenzo 这几个人全让我挖过来了 这就是激凡人 所以这个王彦平 这回去了以后 他感受深刻 他说你选这个人 原来他俩死磕 这个开庙一听说 王彦平的声音都发 就害怕了 哎呦 就不行了 就像魔鬼一样 王彦平在老呵护人家 是吧 但这次他对王彦平 佩服的五体投地 觉得太有执行力 太有能力了 脑子还清楚 而且看事情 还有站位 很有高度 那同时王彦平 对开庙有个看法 就开庙爱这个品牌呀 爱到了就是心里边去了 人家家是法国人 老娘子很大岁数了 现在来给老娘 打电话时间都少了 王彦平昨天跟我说 他说他觉得 他一年前建那个开庙 和现在 觉得开庙老了十岁 就是开庙每天 要给意大利打电话 啊 这是这个生产厂家 你知道吗 真老了十岁 真用心了 他才知道 每一件激凡人出品 都是这么难 每一件产品 都是我们原创 要经历这么多东西 而且 王彦平就跟他商量说 是不是有些在这个 意大利的这些厂家 生产的东西 咱拿来 以后有些款 咱就可以用 哇 这个开庙就是刺激受不了 绝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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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了解开庙了 就开庙绝对不会接受 你去抄别人的 他绝对不会允许的 他认为 对他是个侮辱 那么这些大牌里边有的很多产品 我们在他这个打板之外 加上我们的logo 进行我们的这个设计融合以后可以 但你完全抄人家 他是绝对不接受的 他不给你干的 王彦平还担心 仙尼尔的这总裁 能看上开庙吗 结果人家见了面 然后两小时 人家叽叽咕咕 跑一起成好朋友了 很多背后故事 你们还不知道 很大的故事 很大的故事 在这我就不多说了 涉及到人个人隐私 很多是跟我们灭供有关系的 就因为灭供人才来咱这了 人家一年几十亿美元的营业额 到你这个现在 百八十万 几百万 几千万营业额 这个一个企业来 那这是什么概念 是吧 这就是王彦平成型的认识 原来每件衣服都不是 你看我穿那个高领的 这楼那 我都是试的 我运动的时候都穿 你嫂子说 你穿的这衣服运动 你嫂子说你疯了 我说我就是运动穿 我看她是质量 现在你嫂子天天 一开始让她试着 积翻身 还不太耐反 哎呀别试了吧 我说你得试试 代表我们女战友试啊 这两天天天穿着 就是积翻身 一定做到你穿上 一生爱不释手 否则就一定是失败的 昨天 约翰·摩根 我们的周摩根 现在我们的 还是新GTV的主席 这个董事 头两天我送给他的 因为摩根先生 撒孩子 我送给他口哨 头一段时间 你们我直播说的 送的哨子 送的那个手链 送的戒指 送的那个口罩 她那个大女儿 现在18岁了 但是因为她是三婚 还有她夫人超级漂亮 摩根夫人 送给他们的 她的孩子去 跟她同学见面 每个人都爱死了咱们的少女 戒指 手链 口罩 发了几次信息感谢 昨天又接到另外的俩孩子回来 喜欢的不得了 给王彦平发一秒表示感谢 说孩子太喜欢了 还有她的同学太喜欢了 这就是魔力啊 你说摩根的孩子 摩根先生都喜欢 都喜欢这样 摩根先生也戴上哨子 这个真是有意思 摩根夫人给他开玩笑 哎呀你带着挂着脖子吧 万一你摔倒的时候 你好吹着叫我 哎呀这真是 所以说咱这个 激翻身这个艺术性 实在是太重 它是威仪性 它是艺术性 太牛了 所以说这次 开庙对王彦平重新认识 王彦平对开庙重新认识 而且王彦平对这个激翻身 你想想别说战友 你们理解不了 你们暂时信 连王彦平他都是 才刚刚接受得了 他才明白 什么叫激翻身 就刚才我们的这个 这个蚂蚁兄弟 一看这个 这是麦顺式的扣 但这个不是 那个普通的麦顺扣 这真的是很特别 很特别的 而且这绝对不是 假的工业丝 这是纯高丝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今天 花那么多时间 讲激翻身是干什么的 我希望战友们 真的是把激翻身 你不要买的 真别当淘宝 我便宜货去买 因为你要去买那货 你去逃跑买 不要来激翻身 第二个 你要是会员 激克拉伯的话 你要珍惜你这个卡 一定要珍惜这个卡 因为这个卡 你一定要记住 它有你买到的东西 是在任何地方 买不到的 这个世界最大的悲哀 当你拥有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从来不懂得它的价值 你从来不懂得享受它 你从来不懂得珍惜它 到你失去的时候 你才知道它的美好 珍惜它 那已经晚了 人生的悲剧莫过于如此 兄弟姐妹们 所以说 你看我 我把你嫂子的衣服 我们家来过 我们家的人这样都知道 我们家这个衣柜里 三分之二是我的 三分之一是你嫂子的 现在你嫂子三分之一 也被我占了一半 她现在已经是五分之一了 我是五分之四了 都是一个一个挂着积繁身 很认真的挂着积繁身 我真是帮她当成神物来供养的 因为我知道每一件 都来自我们的内心世界 而不是在国内 找一个打打板 copy copy 绝不是那样 所以说兄弟姐妹们 讲讲积繁身 哎呀 好 说完积繁身了 咱再说说这个 这个正事啊 新中联 乌兰巴托 这个 我从昨天到现在啊 我收到了很多信息啊 战友们 这一段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要掐下来 我下边说一段啊 这个 我把我刚才 现在说这一段 我希望战友们 把前面 因为很多都是聊天的啊 还有 就下面这一段 是作为其中一段啊 咱们放 放到我们GTV上去 请木兰 还有秘密翻译组啊 这不一定翻译 但是一定放到上面去 这个这个是 我再重申一遍啊 从现在开始啊 战友们 这一段是关于啊 我们要防骗 防骗 这一段 我给大家说一下 在过去的一星期 有一个 叫那叫我 我看看啊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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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么大事我天哪 这波子波子这世界就出大事了啊 这世界太疯狂了 共产党真是玩球弹了 这个我再说一遍兄弟姐妹们 从现在开始防骗的问题 就是那个黄孝杰还有王什么羽 我发出去那个 就连续这一周 很多战友 很多战友 发信息都被他骗 而且被骗的理由非常简单 就是战友被骗的这个过程和这个结果和这个事实 就让七个哭笑不得 在中国你被共产党骗了70年 然后有人被欺民贼海外所谓的民运 假民运也骗了几十年 但凡你能睁开眼睛的人 你有点鼻子 有点耳朵的 有点嘴巴的人 你能睁开一封封眼睛戏的人 你都会知道这个世界上 这帮人就是骗子 共产党 欺民贼海外民运 就这种情况下 七哥一再呼吁 任何人不要 有一个任何侥幸的心理 要真心的要睁开你的眼睛 把自己当人带 被人家骗了 是人对你人格的羞辱 是看不起你 是你的失败 被骗不仅是钱 是你人格的羞辱 就黄孝杰这样的人 给战友发信息 竟然有人找他 所谓的帮你中介汇款 你咋就能相信 这么一个人完全不是帮你汇款呢 而且汇一万两万美金汇款 你知道中国国内 汇一万两万美金汇款的人 有多少是骗的 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骗的 不但如此 你让人家汇款 骗完一次还骗第二次 这个世界被骗第二次 就是你的错误了 然后再来威胁你 你再给我几万 你不给我几万 我就打电话给警察 说你支持爆料革命 说你支持新中国联邦 然后你再汇几万 这已经是无法容忍了 你被骗第二次 第三次又来了 说我收到你第二次钱了 你再给我汇一次 你不给我汇款的话 我已经报警了 你看 语音 警察 他自己能造报假案 有人再给他汇几千块钱 几万块钱 我求求你的战友 你这样战友 我真的不想当 我不想让你当我的战友 这对新中国联邦 也是一个耻辱 新中国联邦不是养老院 也不是傻子院 也不是智障院 一再呼吁 几年来 咱们讲的是什么 辨别真假 实辨善恶 这个真假 善恶都不分 你能是战友吗 你为啥要给你当战友呢 我们又不是慈善机构 这战友你被骗了 我在这重申 你任何情况下 你多惨 我都不会给你负任何责任 新中国联邦 不会给任何负责任 还有在国内的给人民币 海外户面 还有人在进行这事呢 这简直是疯子 我再次重申 以下四点 魏京喜马拉雅联盟委员会 和只推出的 随时更新的 有资格代表农场的农场主 和你已经确认了农场主的联系方式 并且你经过双确认 喜马拉雅联盟委员会和农场主 任何人付钱和经济行为 喜马拉雅联盟委员会 爆料革命 郭文贵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一条 第二条 我再重申一遍 就像韩国农场 韩农场一样 包括现在我们要增加一个 法国 小皮匠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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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法国的法律和各种原因 也不允许 有任何代表 韩国和法国 小皮匠那 朴长海那 哈恩那 和未经批准的 未经指定的任何人 代持 代付 代购 为何联盟确认的 未经联盟授权的 一律属于个人行为 所有法律后果自己承担 一旦联盟委员会查清楚以后 会马上公布 将你提出联盟委员会所有的名单 任何一个农场 未经授权 未经联盟委员会审权 审核资格 有代表资格的 任何人的这散之作为 一概后果自负 第三个 我是对所有农场系列的战友们 所有被批准的农场 标准农场 和正在审核的农场 和已经大家加入到联盟委员会 咱们群的 被审核过的 不管任何人在农场 你任何一个人 我们只献你现在 今天是30号 在4月7号以前 你必须和各农场 如实告诉你代池 代购 包括所谓的内部的 在国内有些人 共同购买 什么这些事情 必须如实申报 向你加入的农场 如果没有加入农场的 请和联盟委员会直接联系 找老班长长短哥 草根 大卫兄弟 安红 木兰 这都属于贴血组的人 和联盟委员会 如实的说清楚 联盟委员会 如果是 你说的是实情 会跟你一起来解决 把这些所有的事情 都应该由联盟委员会来代表 并和每个战友的仗 都要对得清清楚楚 如果人在4月7号以后 你还瞒着不报 或者你跟联盟委员会 不说实话 不管你任何理由 下次就是GTV 新GTV重建 一定让你把你剔除 所有你代池的战友 所有的这些 一定让你剔除 把你剔除 一定把你剔除 G靠印 一个都不会有 这第三 第四条 我再告诉大家 像黄孝杰 这种垃圾滥仔 还竟然能被 高冰城弄采访的 你觉得 过去这几年 高冰城采访的人 有一个好命运的吗 还有这种人 如果任何人 在跟他们有联系 任何一个人 在各农场 跟他们有联系的 或知情者不报的 战友们 我们视同你为伪类 视同你为和这些坏蛋 是一模一样的标准对待 我们会让你清理出去 就这四条 好吧 谢了 就这一段 这算一段 秘密翻译组 就把这段掐出来 专门给推出去 好 咱今天说了这个 就是今天临时直播 现在还有16分钟 我就要跟人参加下一个会了 所以说这是今天的核心防片 那么今天其他直播 本来我有很多事情 今天是3月30号 WHO WHO要病毒报告 很多 因为我不想搞中梦中梦了 我一说把你们吓着了 昨天和前天我说 啥叫WHO 就是英文和中文的差距 它这是世界 World Healthy Organization 世界卫生组织 我们正好中国人的拼音 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拼音是武汉 武汉 这是武汉零世界 我们把它称为武汉领导世界 这个组织 LLC 有限责任公司 叫WHO 我们不叫什么世界卫生组织 我们说是武汉领导世界 零 零 领导世界 LLC 为什么这么说呀 WHO已经成了武汉代表组织了 WHO 武汉领导世界 LLC 有限公司 现在WHO是我们最好的战友 这帮王八蛋千万千万别老不找着 跪出来说出真相 老不找说出真相不好玩了 现在大家看到了吗 华盛顿邮报 包括那垃圾纽约时报 包括那垃圾CNN 左派 是吧 包括所有的这些 这些极左 还有白左们 现在大家看到吗 七哥原来说什么 拜登当上总统 比川普还反共 当时多少人骂我 哇塞 哈家伙 就是这垃圾啊 他听不懂说人话 你知道吗 这就是战友们一个辨别能力 现在怎么样 拜登政府的国防部长 拜登政府的国务卿 拜登政府的所有 包括副总统哈罗斯 最近在华盛顿圈里边炸了锅了 昨天下午 有一个美国刀折地的 90多岁的大佬 给我打电话说 Miles 世界在变化 我说有什么变 拜登政府 认识到了 所有下半人都知道 都知道亨特拜登和拜登总统和中共的关系 每个人都不想沾这个锅 每个人不想牵涉进去 而且这些人都已经很明确 宁可老子不干 也不会跟着你说亲共去 而且现在很多人说 你要让我在这干 那就得灭共 最关键的事情就是今年的已独灭共 战友们你记住 七哥过去四年直播当中 说的这些五五大家族七大机构 所有这些人都是推动 整个灭共的最核心力量 蓬佩奥 潘宇 马尔斯瑜 皮特拿瓦罗 大家看到了吧 整个川普总统的系列 我们的班农兄弟 还有一堆的现在 现在这三个Steve都出来了 那天听Natalie去讲那个Patrick的时候 你看他讲得多好 这背后都有人 这背后都有力量 我还想告诉大家 这不算中棒 好莱坞 几个大佬刚刚的在黄石公园开卧会 好莱坞第一次几个大佬 互相仇恨的 不一定好莱坞大佬都是一家人 包括隔壁这个家伙 所有人开会 说就是研究共产党 基本最后都认为 共产党是他们的 过去是挣钱的所谓的钱袋子 但是他们觉得 所有的人 钱 安全 利益 未来 家人 都受到了共产党的威胁 这次HM 还有耐克 新疆棉花事件 让他们更加意识到 他们了解了很多真相 也受到了威胁 这些人已经研究好 尽快地从大陆撤出来资金 包括 要全面推动政府 一起灭共 寻找病毒真相 华尔街的这几个大佬 大家也给你记住 跟他们一起 参加了视频会 这老人家说了 我没有想到 我们好莱坞开完会 跟他们一个视频 几个人 跟我们想法一模一样 比我们还极端 但所有人都说 要给我们一年的时间 从共产党的把钱和资产撤出来 这个老人家说 Miles 你改变了世界 你改变了美国 我毫不谦虚 我是的 我要告诉你 是我们在改变世界 是我们在帮助美国 美国的垃圾人渣很多 但美国这个国家的系统 这个国家是绝对伟大的 他还说 这个美国国家对不住你 欠你的 对你不够好 我说不是的 我说我今天 我的律师也这么说 我告诉我律师 我说我爱美国 我今天跟你这么说 我还是爱美国 但这会儿人渣很多 就被共产党收买的 从昨天到现在 多少人想买 击铐刀了 咱有没有去想想 这是能吹出来的吗 能编出来的吗 能骗出来的吗 谁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虚拟货币成了现在全世界金融最大的宠儿 共产党在过去几个月里边 流出的资产 很大一部分都流向了外面虚拟货币 这是比特币和其他股币所有火的根本原因 GTV 现在多少基金要跟GTV说 GTV现在评估大概出来可能是600亿 600亿 也就是说 过去你买过 100万股的 现在可能要给你是多少股 乘以30倍 那就是1800万股了 但是我觉得这不行太高 我说要把它压下来 可能压到200亿左右 也就是战友们1比20 你买过1万股的 变成20万股 10万股的变成200万股 不能变成60倍 30倍 太大了 太大了 610是多少倍啊 610是30倍啊 太大了 10倍就行了 结果他们不同意 说是 他说你当时去年4月份是零 价值20亿美元 你现在已经是100个T数据了 你怎么的600亿啊 而且这个市场的分析 咱没有财务分析 咱没有广告吧 你没有什么财务评估 他就是个数据评估 还有个市场未来的预估吗 他说600亿 保守估计 我说我不同意 200亿 也就是战友们 你们在过去的椅子和借贷者 你可能拿到这个10倍的 就是你过去买了一块钱 就变成二十块钱 你买一百万就变成二百万 一百万 一百万是两千万了 二十倍 十万变成两百万了 但是 这个私募完以后 马上也是一块钱一股 马上 又一块钱一股 现在几个机构买的 我说你等着 你未来只能买一块钱一股 不能让你享受这个椅子 所以这4月15号以前 4月15号以前 看来是有点来不及了 这个 大概我们要 可能把他时间要推迟到 5月1号 5月17号我们要结束 因为有一个咱们那个 SEC的那个 那个和解函还没有出来 大概就是两天 明天应该有个 大概的结果就会出来 这个因为关键是这个 九指腰这个王八蛋 把我们坑惨了 因为咱要把九指腰的钱 一定要退出来 是吧 就他的事耽误了我们 大概两周的时间吧 耽误了两周 就我们一定要要求 SEC把VOG 九指腰骗的钱 允许同时返还 当然战友 你可以返还 你可以继续投资 但必须要纳入 这一揽子里面来 这是为什么 所以说 而且如果是九指腰这个钱 不列入返还 我们是不会和解的 那么和解完这个时间呢 我估计银行 允许你 把这钱存进去 把VOG的钱 所有的咱们的战友投资的钱 放到一个 美国证监会指定的银行的监管账号 然后战友们过去的椅子者 还有VOG被骗的人 到那会儿填表格 一退回你原来账号 二退回你指定账号 这就是这样 这样的话时间肯定4月15号来不及了 我们目前是想在5月16号以前 5月16号结束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把时间 从4月15号推迟到5月16号 为截止日 就是新GTV重建和椅子 所有椅子 增资 借款增资的所有战友们 在你原来的数上你可以增加 原来的数上可以增加 所有的老战友 你可以作为增加新的投资 椅子借款者 包括老战友可以作为新的加入 也是可以的 都按这个比例 还按老椅子 一比二十的比例 一比十的比例给你 但是 到了这个5月16号以后 我们会大概 也有两到三周的时间 会接受新的机构和个人投资 那个门槛可能会高一点 但是一定是一块钱一股的 目前预定为 昨天大概知道是600亿的投资额 600亿的评估 我嫌太高 我想把它弄成200亿 就把那400亿的空间 留给第二次募资 或上市的时候 600亿的话 得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觉得200亿就够了 战友们别太贪 别太贪 好不好 你给其他战友留点利益 因为其他战友在加入进来的时候 他有很快的成长空间 你把那600亿都用完了 未来的三到五年的价值都用完了 都让你这些椅子全拿走了 这不公平 你们都报复了 等到你们拿到200亿的利益值的时候 200亿到400亿 再把第二批的战友再加进来 好不好 所以这次大概就在200亿 市值就在200亿 那么 开始时间 现在已经是在开始了 马上会有一个私募的 所有的文件 大概在下一周吧 全部正式出来 私募的认股书什么的文件 不叫私募了 重建投资文件全部出来 会各农场发给战友 所以说在战友们 你在5月16号前 所有的增资 借款增资 老椅子增资 都是可以的 还享受这个待遇 5月16号以后就结束了 好吧 再进来就是一块钱一股 你不享受任何其他优惠待遇 还有四分钟 我们要上另外一个会 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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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小心 好了 我要去开会了 我再说一遍兄弟姐们们 刚才我这收到信息 这个是央行 中国人民央行 人民 人民 人民央行 这非常有意思 昨天这个民主的事情 这个哥们 人民的主人 人民的主人的制度 有人民的主人的制度 就是共产党 那就叫民主 而不是人民 作为国家主人的制度 就民主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我说了很多 他昨天吓坏了 说你制播完了 把他吓坏了 但是我要告诉兄弟姐们们 刚刚啊 人民银行 又刚发了 连发两道文 在全国内 禁止资金外流到虚拟货币 可不仅仅是对G币啊 当然他恐惧G币 大家记住 我们G币将有很大的利好消息 更大的利好消息的公布 可能要提前到来 所以G币战友们一定要记住 不可能啊 昨天这个G币 所有的投资机构 还有律师团队 就通知啊 这个说最多最多 给三亿 原来的是六点七亿个 现在三亿个 我说不行 我们第一五亿五不行 但是后来给长岛哥哥老板长 他们谈啥我不知道啊 谈多少 但是肯定不会超过五个亿 肯定不会超过 所以原来整个全体都得下降 但是让我很惊讶的事情 各农场分了一百万个G币 让大家去分配 有的农场 几个领导人自己一做出 俩人把一百万G币给分了 你简直是疯了 这是 所以我们要做出决定 各农场 根据你的椅子数 和借贷项目数 包括G club的这个 这个购买数 总额 按照你总做的贡献 和总战友的帮助 对战友的服务 因为你只要这个 金钱额高 你对战友服务就高吗 那么按这个比例 分配每个农场一百万G币 不是大小农场都给你 是不可能的 那绝对是不可能的 这是让我很惊讶的事情 一个分到农场 这俩人把一百万G币给分了 这多少战友要等到要G币呢 现在是一臂难求 你一说就一百万个 疯了吧 简直是 现在就连我们的工程师队伍 我们的律师团队 昨天第一个做出决定 我们的律师团队 一个不能要 本来他们要是五千万 一个也不给 因为他们也没有参与 七系列的投资 为什么给他们 你拿工资就行了吗 不给 我们的另外的管理团队 要三百万 不给 你管理团队 你优 你是在这块工作 你又没冒什么风险 你又拼啥给你 但是战友们 这是一臂难求 一臂难求 绝对不是说 你想要什么 就要什么 所以会做出一系列的调整 这个臂不是开玩笑的 行了 兄弟姐妹们 Sara 不是那个Masha让我 高一点 高一点 高啥呀 你看看这 Masha Masha 买G帆身买衣服 他要买G帆身衣服 G帆身 这都是 当模特儿穿的 都是唯一的一件样板 结果寄到俄罗斯去 又是UBS 寄到俄罗斯 俄罗斯打过这什么 海关 美国人寄来的东西 在病毒期间 不接受 给打回来了 哎呀 这Masha还不高兴 还有说 这是我买的 这是什么什么 还给他打了五折呢 还打了五折 还跳肥肩瘦 最后G帆身人家说了 这咋办呢 你的战友 我说 你别卖给他 我说这Masha可不好惹 你卖给他 你打了五折 他也给你不拉倒 你就别卖给他 这我下了命了 我都没给Masha说 你别卖给他 他嚼劲着呢 他根本不懂的 这个所谓 虽然是旧衣服 人家这是打量板 是你想要的 人家是非卖品 你能买就给你便宜 就像那个爱马仕 他绝不会让一个次品卖出去 但是 他工厂里边 就是那个东西 全都是减掉的 由于这个全部减掉 全部销毁 但是皮包例外 皮包不能用爱马仕 就是很好的 可以买 只卖给家族 而且是五折 你说很狠 这就人家能成大牌子 没有任何占小便宜 而且是五折 那五折不是谁买得起的吧 七哥有过那个东西 我感到很荣幸 那马仕 那会跳飞翔 最后不卖给他 你想啥钱 这想卖多少钱 三倍的钱不卖给你 马仕 你想啥想 还想穿着 击翻身直播 哪那么容易啊 这不是谁想要都想要的 好 兄弟姐妹吧 这乱聊差不多了 我这时间到了 我要跟开会去了 过四分钟了 现在我们一起 为75亿全世界人民 14亿新中国联邦人民 香港同胞 台湾同胞 西藏同胞 所有爆料革命的战友们 和家人们祈福 感谢观看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了 战友们啊 我本来有其他几个话题 要好好谈谈 等着吧 WHO这个出来以后 全世界吵 以毒灭共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 所有人都知道 大哥特严博士 我们的天使 知道我们的路德访谈 博士军团119 就能好莱坞团队 华尔街的 还有这欧洲 都知道啊 更知道我们新中国联邦 战友们 每时间过一秒钟 都是新中国联邦升职的时候 每多过一秒钟 都是共产党自己作死的时候 谁能觉得 否定是这个吗 新中国联邦 过去四年爆的料 给人类 给世界带来的贡献 将真的是百年 千年都不会过世 大家走着看吧 千万千万 我再说一遍 你可以没有钱 但是不要 没有基本的智商 不要再上当受骗了 兄弟姐妹们 我该赛了 再见了 还要去开会去了 给你挣钱去了 再见了 兄弟姐妹们 哎呀哎呀 这下面那么多银啊 这么多银不好意思走了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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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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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万哎呀我的妈呀 哎呀哎呀 哎呀 CU